我常常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文学评论 无论是正式出版刊物上的文学评论 还是网上的论坛里面 博客里面 或者微博一两句话的那种文学评论 看出某种可能是在我们教育里面 就已经开始缺乏的评学的文学教育的后果 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我会翻一些比如说大陆的一些的课本 看看大家以前读书学文学是怎么学的 我就发现是一些非常课版 但那课版又不见得是特别精细的 非常机械化的那种课版 而是常常忽略了一些仔细的文学阅读技巧的课版教育 注重的是所谓的表达的内容精神内涵 如果说注重形式的话 他们关心的就是一些最字跟词上面的运用 而不是一些其他的 我们更成熟的文学阅读里面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术 因此造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常常批评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文学评论 是缺乏所谓细读的基础 这个细读就是close reading 这个细读这个观念 是来自于20世纪 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新批评 文学批评史上面的 新批评的一种流派 那么新批评的文学评论家认为 文学就是文学 我们不要去追究作者个人的传记 这本作品出版的那个时代 它的社会背景 而是要把文学艺术语言当成一种独立的语言 去看他们的形式跟结构就好 而为了要找到这些形式跟结构上的特点 他们发展出很多复杂的技术去钻研他们 那么当然这一套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 但是我仍然认为 它是 就算不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 不是唯一的 尤其不是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 但它始终是任何文学阅读 或者严肃而认真的 尤其当你想写文学评论的时候 文学批评的一个基础 如果不细读文本的话 你怎么能够侃侃而谈 这个文本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我们会注意到有些国家 比如说美国啊 他们很注重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 当然现在这些教育 它不是死守心批评那套 但是它仍然会教学生们 怎么样用各种各样的技巧 去看出文学作品用的技术 用的写法 用的手法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教你读懂文学的27堂课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它是一个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教科书 其实是原名叫做 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 它的作者呢 Thomas Foster 是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的一个教授 那么这本书呢 在美国算是相当畅销 那么很多学校都会用它来当一个教科书 当作是个文学入门课的一个教科书 那么这本书呢 要谈的东西呢 其实都非常简单 看起来好像很厚 但是我甚至没办法要一直把它讲得很 就是讲得面面俱到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东西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们拿去看 你会发现 它里面要讲的最重要的主旨 在我看来是这里面这一句话 它说世界上只有一则故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永远就只有这么一则故事 同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 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所有你听过的 读过的亲眼目睹的故事 都是这个大故事的一部分 比如说一千零一夜 宠儿 杰克与豌豆 基尔贾美斯史诗 欧亮的故事 还有辛普森家庭 那么这个宣称非常大胆 但是它其实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某种最传统的文学批评者的眼光看来 太阳底下无心事 没有百分百原创的作品 所有的文学作品 其实都已经有机可循 因此我们总是能够看到 同样的手法 类似的 呃 圆形 或者是一些的象征手段 不断出现在后来的作品之中 比如说这里面 他就提中介绍了 圆形这个概念的提出者 加拿大的已故的著名文凭家弗莱 他说呢 他把容格心理分析文本中的圆形概念 发扬光大 那么运用在文学作品之中 讲的其实就是模式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分析文学的各种模式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文学的模式是什么呢 文学之中有些什么样的模式 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法 是不断的重新的出现 或者是再三的被使用到呢 然后我们看看这本书啊 里面谈的东西就非常丰富了 比如说他会谈到季节 为什么有些小说或诗歌 他会把季节看得那么重要 所以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 仿佛代表着时间的一个循环往复 呃代表着生物的一个生长的周期 于是秋天也好 夏天也好 春天也好 这些字眼 你看我们日常稍微有点文学性的使用的 过场合里面 你就会看到他们发挥了一些效果 你讲春天 你就想到的是很欢乐的场面 而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状况 对不对 又比如说 这里面他又谈到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小说 他要沿着河流展开呢 又比如说他又分析了很多的小说的 呃 里面的出现的自然元素 比如说下雨下雪 那么尤其因为他讲的主要是西方小说 西方文学 因此更关注的就是西方文学 总是会不断回去的一些的古典根源 例如说希腊的史诗 例如说圣经 例如说撒士比亚 你可以发现这三样东西 你把它搞通之后 整个西洋现代文学史 或者整部西洋文学史 大致上呃 你就已经能够摸清很多里面的门禁了 因为无数的大作家 总是在不断的回顾 这样的一个根源跟传统 从里面找出同样的手法 反复的使用 那么 但是问题是当你这么来读书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那天下的文学 起不都早就被读过了 是不是很沉闷呢 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恰恰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训练 然后你的阅读范围也够广了之后 你将来才会看出某些作家 他故意在用一些以前的人用过的方法的时候 他如何的别出心裁 或者他用了一些典故 用了一些象征 是有传统的时候 是有原型 是有模式的时候 他又怎么样 把它对照出一些新的丰富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里面呢 比如说他就说到象征是什么 他讲了一大堆象征 最后他要问象征是什么 他说绝大多数的象征符号 都不只有一个意义 只有一个意义的象征符号 就不叫象征了 而叫做预言 预言是一种一对一的象征关系 但一般讲的象征 却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么这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学尝试 在我看来 读任何的严肃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这些一些基本的尝试 但很可惜 似乎现在并不是 所有有志于此的人 都一定已经先搞清楚了这些事 字幕志愿者 followed b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